最新資訊提供給您 昨天早上七點五十八分的七點二級強震之後 花蓮地區一共發生了八十一起的油管地震 一百五十八起的小區域地震 截至今天早上六點五十分 已經發生了超過三百起的余震 其中最大規模五點四 震度是四級 就花蓮民眾在今天凌晨兩點二十九分 收到了警報簡訊 另外六點四十八分 又發生了規模四點八的地震 而且余震發生的陣央 幾乎都在臺灣的東部海域 所以提醒東部地區的民眾 外出要注意安全 在地震發生的前後 要做好應變措施